新城戰役 司馬斯早神在在認為說 諸葛克實際上並沒有統帥的經驗 是來自眾人頭而已 沒什麼好怕的 這一仗 無軍大敗 司馬家的聲望又起來了 可是這兩年 司馬家都忙於作戰 曹中開始有一些 忠於朝衛的朝臣們 想要發動政變 將司馬家的政權追伴 你可以說這是 曹家的最後掙扎 但是沒有能夠 不過馬上又發生 冠秋簡 文青 發動了 懷然二判 司馬斯 親自率軍討伐 文青 聽說司馬斯的前線 就向司馬斯的大影發動猛烈的衝鋒 據說 逼近到司馬斯的附近 他就非常的激動 有一隻眼珠 竟然當場從眼眶裡面 蹦發出來 立刻血流如柱 司馬斯機關算盡 就是沒算到 他竟然在文青的猛烈衝鋒之下 就這樣子慘死掉了 所以英雄一定要氣長 或者是氣短 不會 不過基本上 奪權的道路已經鋪平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等著看 司馬昭的表演